中信兄弟啦啦队一字排开 全员到齐 啦啦队女孩魅力跨出台湾 成员轻轻带头 特一首场边应援 红到日本的炸裂神曲 带着甜美笑容 洋溢青春热情与活力 中信兄弟啦啦队17人 受邀前往日本 参加富士电视台开业65周年 将在东京台场举办的 夏季超大型活动 首次邀请来自台湾的 啦啦队表演者 站上浴台场冒险王舞台 我觉得很惊喜 然后我自己觉得最开心 然后也最难得的部分是 全员出动 就是不管是我们姐妹 就是也包含工作人员 就是大家都有可以同行 成军十周年来 我觉得是一个 很棒的里程碑 把全员获邀海外演出 视为啦啦队成军以来 重大里程碑 团员们加紧练习 熟记各种舞步 要在八月正式赴日表演时 将台式议员带往国际舞台 为台日友好加油 三天秀 胡适音 翁玉文 台中报道 27号终止乐天队上中信 球赛都还没开打 场子先被乐天女孩拉拉队 炒肉起来 女孩们活力四射 带着球迷跳起来 乐天女孩近日因为有韩国洋将 李多会入队 讨论度很高 球队更常被戏称是 拉拉队附属棒球队 PTT上就有网友截图 27号比赛转播画面 中信教练团后的白板上 不只有球员们的比赛表现 放大点看 上头写着Rakuten Girls 也就是乐天女孩 接着出现数字80 引来网友提问 这是在情搜吗 底下不少留言就表示 会不会是因为李多会没来才会被扣20分 直指这80是27号拉拉队颁表的分数 李多会来台首场球赛 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 而不少人当然也好奇 何时会和乐天人气女孩林湘同台 笑容甜美可爱 和李多会同样拥有超高粉丝数 两人都因为有工作 所以迟迟没有同台 但是最新颁表出炉 5月6号 7号将是他们的首次合体 粉丝也期待当天乐天双后的互动 三逊欢迎接来自台北采访 9月1号